这次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亚当兰扎在内的28人死亡,其中有18名儿童当场死亡,2名儿童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治身亡。枪击还造成6名成年人死亡,其中包括该校校长。警方还在兰扎家中发现其母亲也被枪杀。兰扎的母亲也是这所小学的教师,遇难的儿童大多是她的学生。 据报道,20岁的枪手亚当兰扎随身携带了两把手枪走进两间教室扫射,警方还在他的车内找到另外一支半自动步枪。 警方介绍说,枪手在作案时非常冷静,这次袭击事件只有一名伤者,死者身上的枪伤多为致命伤,这意味着遇袭的儿童和老师基本没有逃生机会。 现场目击者说,枪击案发生时,学校里几乎发生了激烈的枪战,大约有100声枪响,走廊中鲜血似箭。 还有一名学生说,他听见了枪声,但并不确定当时发生了什么。 有家长表示,学校守卫森严,不明白枪手如何进入学校。 早前有报道指,因为枪手拦扎的母亲在该校工作,所以学校的职员认识她,开门让她进入学校。 但当地警方今天否认了有关报道,并澄清说,枪手是自己抢行进入学校开枪杀人的。 在枪击案发生后,不少媒体都将注意力放在枪手亚当·蓝渣身上,并纷纷揣测是什么让她对孩子痛下狠手。 目前公开的唯一一张蓝渣的照片显示,蓝渣看上去青涩、腼腆,和外界对她的印象基本一致。 她的多位同学认为她聪明但不善交际,还时常避免引起外界的注意。 蓝渣在高中时成绩优异,近几年有好几家当地媒体都报道她是荣誉学生。 据悉,蓝渣的父母离婚,她的爸爸和哥哥协助警方调查。 警方初步所知,枪手的性格内敛和神经质,相信患有自闭症和人格障碍,但是还不清楚她行凶的原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